海肥王1007化,解药研制成功,乔巴暴揍奎因,黑影身份曝光。 海肥王漫画1007化情报更新,情报有些简略,情报师还卖棺子,情报师还要留悬念,难以置信啊。 已知道的情报主要分为两部分,一是1007化标题为李猫先生,乔巴研制成功解药,然后巨大化暴揍奎因。 二是在本化后面进卫门灯赤俏九霞露脸,并且公布了神秘黑影的身份,最后该来的还是来了,下一周休刊。 上画标题是《侠客花之暴武郎》,这位和之国过去家喻户晓的黑社会大佬,在上画出现了风头,名副其实的是上画的主角,并在最后被冰鬼,病毒感染。 感觉要失去理性的暴武郎,要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,理由是如果失去理性,这层的海贼都有危险,根本无人能够阻止暴武郎。 那么暴武郎真的危险了吗?答案都在情报中1007话标题《狸猫先生》里,本话的主角是乔巴,那自然就提到了解要研制的问题。 关于冰鬼病毒的信息,接触就能传染,感染者会浑身冰冷,而且冰鬼病毒有几个特性,力量增强,让感染者的实力大增,暴武郎也借此燃烧生命的特性,重回实力巅峰。 另外,狂暴化,和,寿命仅剩一小时,则是冰鬼病毒致命的根本。 马尔科的轻炎效果减弱,感染病毒海贼们所剩的时间不多。 因而在1007话情报里,乔巴会研制出解药,帮助大家解读。 不仅如此,完成解读任务的乔巴,用巨大化模式帮助马尔科暴揍一载奎因。 一个是病毒制造者,一个是医生,乔巴愤怒地宝打奎因,可以是合情合理,毕竟作为医生的乔巴最为痛恨的就是奎因了。 四皇凯多的人兽形态,在本画中依旧没有公布。 但让人惊喜的是,本画中照顾奄奄奄一息赤翘九霞的神秘黑影的身份倒是公布了。 这位神秘黑影到底是谁? 这让海迷们都讨论烂了的问题,终于要在漫画《1007话》里公布,但情报里却是自会提此人是谁。 情报师说是为了保持神秘感,情报师还要保持神秘感。 这让人难以置信。 不过情报师倒是否认了艾尼鲁和阿银的可能性。 排除了这两个答案后,谁的可能性更高呢? 海迷们普遍认为是石夫人也就是光月石。 毕竟黑影流泪了,不太可能是男性。 而光月石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尸体,身上还背负着空白一百年的秘密,可能是很大。 对此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